2022年即将流行的夏装 这样穿是真的好看 今天先收藏 不然刷着刷着你就找不到 很多胸大脖子短的姐妹 在不懂事的时候都买过这种大T恤 你看我穿上这件T恤之后 你能看出来我只有99级吗 而且我对这件T恤已经非常的友好 我把我的头发已经扎起来了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我把头发散下来的样子 各家的彩不忍睹 像这种肩线大落肩的T恤 并且它是连袖 非常宽松的 它就是不适合我们这种 上面是有点壮壮的姐妹的 你以为你穿上这种T恤之后 它能把你的肉全部都遮住 但其实适得其反 这种T恤它能让扁身的瘦子显得更瘦 它也能让我们这种原身的 比较壮的姐妹显得更胖 所以说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这种胸大脖子短原身的姐妹 应该如何挑选显瘦的T恤 有四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原则是看这个衣服的面料 这两件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版权 它们的区别只是面料的薄厚 相比较来说面料薄的这一件 会更加的显瘦 像面料比较厚的衣服 它会把我们的胸下这样撑起来 这个衣服你看下面就会浮起来 这种面料的薄厚差异 运用在转上衣上效果是最明显的 看到我们这个胸下是会翘起来的 而且像我们修大女生 穿这种厚面料的短上衣 很容易走光 因为它总是翘翘着 薄款的是不是就显瘦非常多 它胸下的位置就不会翘起来了 它会直接的贴合到你肚子的位置 第二点是看领口的大小 最小比如说圆领也要低于我们锁骨的位置 高于我们锁骨位置的圆领 会显得我们更加的同大脖子短 第三点呢是看版型 比起来这些宽松的大T恤 像这种比较合身的小T恤呢 是更加适合我们的 但是像那种非常短的短上衣 刚才呢也和大家展示了 也是不太适合我们的 最适合我们的长度呢 就是大概在我们肚脐尔这个位置的一个T恤 像这种比较合身的T恤呢 它不会显得我们整个人鼓背起无腰的啊 而且它也不会像紧直的T恤那样 显示出来我们背后的那些比较尴尬的内衣痕 当然如果这个T恤 它的领口再大一点呢 会更加的完美 第四点呢很重要就是看它的肩线 这个肩线呢 要正正好好的卡在你的肩线上 但是像我这种肩比较宽的姐妹呢 也可以稍微比你的肩小一点都无所谓 但就是千万不要选择落肩的肩线